财政部税改方案经五日预告期满 行政院长赖清德中午与民进党财政委员会立委举行便当会讨论税改方案 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会后转述指出会中一致同意通过 鼓励所得将采用议案所得税修正案 预计下周四提行政院会通过后送立法院审议 财政部日前提出的税改方案 确定取消两税合一设算扣抵制 但鼓励所得分成下 以两种方案加案将采部分免税合并计税制 个人股东鼓励所得总额的37%免税 剩下63%并入个人综合所得税课征 徐国勇表示 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以案税改可多增加654亿元 但最后法律能否通过还是在立法院 鼓励所得扣税新制将采用议案 也就是采取二则一制度 可选择按26分离扣税 也可选择扣抵制税额方式 将鼓励并入送所扣税 并依鼓励得8 5%计算可抵减税额 抵减因纳税额 每户最高可扣第8万元 扣除额方面 标准扣除额从现行9万元提高到11万元 薪资特别扣除额从12 8万元提高为18万元 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从12 8万元提高到18万元 另外此次税改重点还包括 银索税税率从17%提高到20% 通步将未分配盈于加征10%减半至5 外资部分分离扣税的税率则从现行20%提高到 21%与缩短内外资差距 众所税部分取消最高税率45%的富人税 未来最高累进税率为40%